就像IKEA 還是IKEA 大家都知道這些字母怎麼唸嗎? 同學們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nnie 最近新冠病毒又有新的變種 然後因為它的命名跳過了兩個字 所以呢就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討論 那什麼叫跳過兩個字? 沒錯 我們是有字母表的 我們是按照西大字母表 來幫這些病毒命名的 那其實這個希臘字母呢 它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 數學 科學 醫學 天文 經濟 工程 或是其他的 反正我們各領域呢 都經常使用希臘字母來幫我們的東西命名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講這些 希臘字母的發音 還有它在數學和科學上的應用 大家都知道這些字母怎麼唸嗎? 其實我們有很多奇怪的口音 就像IKEA還是IKEA Costco還是Costco之類的 那我們這些數學符號啊希臘字母 我們也有各種奇怪的發音 當然大家不要責怪數學家 音數不兩粒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數學家常會念一些奇怪的英文 比如說有限的英文是finite 無限的英文是infinite 然後就常常數學系的大家就會把它唸成infinite 還有大家從小學到大的這個三小函數 sine cosine tangent second cosecant cotangent 其實不是唸second second是秒 應該是唸secant 所以今天除了講它在數學上的應用之外 我們還會跟大家講一下正確的發音 那我們就按照順序來吧 前三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alpha beta gamma 它們經常被綁在一起出現 比如說一個方程式的根如果有兩個 我們就喜歡叫它alpha beta 三個我們就叫它alpha beta gamma 三小型的角也是我們喜歡用alpha beta gamma去照順序命名 然後統計學上我們的假陽性率跟假陰性率 type 1 arrow,type 2 arrow我們也喜歡用alpha beta 還有大家國中理化跟高中物理化學裡面 經常出現的alpha粒子,beta粒子,gamma射線 沒錯,alpha粒子就是氦原子核,beta粒子值的就是電子 雖然我們都念alpha,beta,gamma 但是其實beta它正確的念法應該是veta 那除了這些沉醉出現的情況之外 大家在國高中的物理 經常碰到alpha,比如說熱膨脹系數或者是角速度 那beta呢則是有一個生活化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遊戲或者是手機軟體在出新版本之前 它都會有一個beta版本 beta版本就是第一個公開測試的版本 它已經完整的功能了,但是可能有一點小bug gamma呢則是有gamma distribution和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其實大家不要害怕 gamma function帶整數進去就是我們熟悉的階層 我們帶5進去它出來就是4的階層 帶6進去就是5的階層 帶n進去是n-1的階層 第四個呢是delta delta的大寫是一個三角形 被我們用來當作各種變化量 比如說溫度的變化量,速度的變化量,位置的變化量 被我們拿來當一個x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用在行列式值 還有學過微積分的大家應該對小血的delta 和epson有一個陰影吧 它被我們用來當一個小小的正數,小小的半徑 那說到epson沒錯,下一個就是epson 那epson除了用在微積分裡面被我們當一個小小的正數之外 在化學裡面的墨爾西光係數也是epson 就是在光譜分析的時候會使用到 還有物理學電磁學裡面的電容率也是使用epson 那一個有趣的應用呢,是我們屬於的這個符號 它長的跟epson很像 它其實就是epson演變過來的 接下來的四個分別是 zeta, eta, theta, yota 那zeta最有名的就是黎曼的函數,riman zeta function yota呢,可能是我的領域沒有涉及到 我只有把它跟被跳過的那個casi一起拿來當作變數用而已 然後theta大家已經很熟了啦,theta我們就拿來當角度 然後最後呢,這個yota,yota我們在數學上會把它拿來當作橫等函數identity 再下一個是kappa kappa呢,就是那個背靠背的運動品牌,大家知道嗎? kappa 然後我們也會把它拿來當作曲率 再下一個就是lambda,就是在上一次那支清朝危機分影片 這長得像lambda的東西是什麼啊? 它是天看地之裡的一個字嗎? 我一直把人看成lambda 好,那lambda會用在哪裡呢? 譬如說波長,還有我們的特徵值i跟value 那接下來就是被跳過的這幾個 傳聞中它被跳過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諧音 因為我們都是唸mu,nu跟si 但是其實它正確的唸法應該是mi,ni跟casi 我本來這個就是唸casi啦,但是mu跟nu我也 mi跟ni,我也是從小到大都是唸mu跟nu 然後就有傳聞說nu聽起來太像nu 所以不吉利,我們變種病毒怎麼可以有nu 所以呢,就被跳過了 最後一個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最新的變種病毒,Omicron 那Omicron在數學上呢,我們比較常使用的地方就是大O符號跟小O符號 那大O跟小O出現的時候,我們通常不是唸Omicron 我們就直接唸bigO跟littleO bigO跟littleO是用來做什麼的? 我們其實是用來估計一個函數的剩餘項 比如說我們把exponential用tile展開式展開 然後剩下的這些東西,其實它 當我們x很接近0的時候,後面這些東西很小嘛 我們就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小小的誤差 就是其實前面的東西就已經會決定它的大小了 後面就是剩下一點點Epsilon的小東西 好,那後面這些東西呢 當我們在估計它的時候 比如說這一塊 那它可以被一個x3次方的整數被壓住 那我們就可以用大O符號來表示 那如果它不只可以被x3次方的整數被壓住 甚至它除以x3次方之後 當你x很小很小很靠近0 它整個就會B到0 那我們就可以用小O符號來表示 除了這個用途之外 我們也會用來表示時間複雜度 比如說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密碼學 那當我們的電腦在解密在運算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需要一些時間 那這時間究竟是多久 我們不是用時間幾分幾秒來計時的 我們白話一點講,我們就是看數量級 我們把它大致分成幾類 然後看這個時間 它跑的速度跟哪一種東西比較像 比如說它跑的速度跟多像是很像 我們就說它是polynomial time 它跑的速度跟指數一樣快 我們就叫它exponential time 所以這個Omicron也可以用來表示時間的複雜度 那我們今天是新冠肺炎用到的名稱 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我們不要再有機會介紹剩下的希臘符號 那我們今天就送到這裡 下課囉,掰掰!